嗨 大家好 这是我们惯用语的第28次 我们看一下第28次的惯用语哦 第1个 肩を持 这个大家都会对不对 肩你也会 持你也会 这什么意思 袒护 偏袒或支持 所以你看哦 特定の人の肩を持つのはダメだ 不能偏袒某一个特定的人 特定の人の肩を持つのはダメだ OK 看一下219个哦 肩にハマる 肩にハマる 肩是肩膀 肩是那个形 肩にハマる 好 老套 就砍在一个这个形里面 所以叫老套的啦 肩にハマらない教え方が好きだ 我喜欢那个不要老一套的 不要受局限的那种教法 OK 肩にハマらない教え方が好きだ OK 第2个 肩の通り 好 按照惯例 結婚式は肩の通りに進められた 結婚典礼按照慣例被进行的 OK 221个哦 肩ずを飲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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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神貫注 很緊張的意思 肩ずを飲んで大会の中継を見守った 好 全神貫注 秉序的看着 这个比赛的转播 好 肩身が狭い 这个一定要会表示什么 不光彩 没面子 教え子の行儀悪さに肩身が狭い思いがした 好 所以ミス呢 就是对我教的学生 这个行为不检点叫 行儀悪さ 行儀悪さに肩身が狭い思いがした 好 221个 数を入れる 好 打气的意思 怠けたら数を入れてやるよ 如果你懒惰的话 我就帮你打气 OK 221个 ガッテンが行く 了解 理会 好 友達の言うことはどうもガッテンがいかないんだ 好 所以我怎么都没骂了解他在讲什么 ガッテンがいかない 好 所以友達の言うことはどうもガッテンがいかない OK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光亮雨 请各位好好加油 光亮雨真的很棒 OK 拜拜